现在我们看见的就是东方广场 船街也是一直在堵 所以我也拿出手机可以拍一拍 在我左侧的 看大家看就是我们原来博书记在的地方了 某某部名字我就不说了 大家自己看 长安街现在是早上周一早上的八点钟 王府井的地铁站 第一出口然后往北就是这个王府井的步行街 长安街超级的堵车 所以说要早上出行的 来北京玩的同学们或者是华人朋友们 一定要看一下这个时间 然后在地图软件上都可以看到交通的拥堵情况 那在南河12的这个十字路口 这早上上班的朋友们开这个电动车的超级多 还有骑共享单车的 因为孩子现在还在暑假吧 所以说早上松上学的这个 没有这个情况 东传街川普河 南池子 昌普河 外沿 能看到旁边的这些 我们的警察叔叔的服务车辆 我们叫他服务车辆好了 非常的密集 那么保安也是非常的密集 我们就叫他保安 好不好 那么现在没有 不知道 这个是哪个国家 这是英联邦的哪个国家 来出访 然后今天挂他们的旗子 因为这个有外交访问的时候 旗子就会差对方国家的和国家的国情 现在这边还差了党旗 可以看到哈 我们的保安叔叔啊 超级超级的多 我叫他玩 好 这样 好 安 这样的这种瓶子非常多 那我们前面 就到了 爷爷们的房子住了 那走过来这边就到了 这个管这个外宣内宣的这个部部了 这个部门名字我也不说了 刚刚过去 然后是我们的 游中大厦还是什么 然后前面就是原来的首都 西单图书大厦 整个西单商圈我们就进入到了 中生胡同就是西单后生 哎呀这原来有这个好多好吃的 在这个小作坊店 现在估计也都没了 我们马上就到了西单 由西向东行驶的这个 查这个十字路口了 这是个十字路口 是个平行立交 也是不能左转右转的 这个前面这栋建筑 就是我们的 可以说是中国最牛的银行之一 中国银行的总部 西单大街呢 这条由 这条南北向的大街 如果以前在北京生活过的朋友们 你都知道非常的堵车 永远是车水马龙 人流也是非常多 因为这边西单商圈以前非常火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之前的那样子了 因为也很少人出来到这边来购物啊什么的 年轻人呢 哎呀 年轻人现在消费习惯也都变了 都是在网上消费 然后在实体店呢消费的也比较少 这边主要还是过来吃吃饭 所以年轻人的消费压力也大呀 现在消费降级 这个中国银行对面的是光大银行 这个我还从来没注意过 还有民生都在这边 其实这边已经进入了 金融街的辐射区了 再往 我们说再往前面走一点 一会儿再拍到的就是金融街复兴门 所以说这边呢 几个国有银行 还有一些大型的这个银行的总部都在这里 开始 中国银行民生光大 还有前面 我左手边前面位置的招商银行 那么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东南角 这栋大楼也是之前的著名港商的大楼 现在是非常的萧条 之前底下还有商商 早就已经倒闭了 破产了 那么现在全部都是写字楼 也是由体制里的大型的国企来乘租的 这边的北京军泰 也是西单商圈大型的商城之一 那么在它的后面呢 就是在它的北边就是西单的大跃城 也是一个现在在中国非常著名的 一个大型的零售业的连锁商城的一个品牌 那么它有很多城市都有大跃城 那么在北京就有两座 一个是这个西单的大跃城 一个是朝阳大跃城 一个是平行立正了 所以很多人要在这边掉头 然后去这个东西南北的这个位置 那么到了西长街这边呢 路况就比较好了 那么可以说往福西门这边走呢 车辆呢长年就不会太堵车了 那么越往西 因为现在是大家知道这个朝西 现在是北京的上班高峰 所以说往西边走 我现在就是往西边走 由东向西 车辆就比较少 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要到城里来工作 来这个办事 所以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边的这个进城的车辆 就是由西向东行车辆非常多 往西边走的会越来越少 然后一直到这个石英山这边 那么旁边就是招商银行 那么在现在屏幕里的这种大厦呢 它就是民族宫了 有这个著名的民族饭店 那么在北京一些当地人呢 喜欢在民族饭店来做婚庆 可以看到哈 上班高峰骑这个共享单车的朋友们非常的多 找上银行的总部 再往前面高高尖尖的就是 这个原来的这个老广摩电台 北京广摩电台 那么屏幕上的这个蓝色的建筑呢 就是中化集团 中国石化 也是中国大型的国旗 它好像在这边有两栋楼 一栋是新的楼 一栋是之前的老楼吧 平平的一个出现在 啊 这旁边是全国总工会啊 这个小双子塔忘了介绍了 这边是长安商场 已经到了三里河东路这个十字路口 那么这栋大厦呢 是以前的饭店 以前的饭店叫什么了 忘了老的 忘记了 现在改名改名是这个唐拉雅秀 这也是一个老的饭店 然后又改新了一个品牌 那么左手边的这个灰色的平平的建筑呢 它其实建筑的高度不太不太高啊 是一个法国设计师设计的 就是首都博物馆 平时的这个常设展览还是不错的 佛像瓷器展 然后有时间可以过来看一看 那么继续行驶 前面就是该到墓西地桥了 那么过了墓西地桥呢 基本就是往一元团 往这个西三环这边走了 我们后面就不再介绍吧 今天到这边来办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